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 耕地先发私 是小时候的玩伴 与您差不多住在一个村庄 长大之后没有家里贫穷 没有机会读书 学了一个补锅 补碗的这么一个手艺 用这个手艺来讨生活 非常之苦 过了一样 我小时候都看过 乡村里面挑一个小担子的补锅补碗 所以他说 我懂得 做这个生意 感到人生太苦了 看到他一个同伴 出了家了 出家不错 那找到他了 找到他跟他讲 他也想出家 拜他做师傅 第三发是说 不行哪 你还是去做你的生意去了 出家哪有那么容易 你出家 你那么笨 字也不认识 笨头笨脑的 估计他学这个金灿佛寺 翘达昌廉他不会呀 他学不会呀 笨手笨修呀 学讲经又不认识字 去拒绝他 可是他一直赖住 不肯走 所以找他出家不错 所以地牢搞得没办法跟他谈条件 他说 你要真出家 这个我有几个条件 你能做到 那就可以 他说 行 我既然拜你做师傅 你说什么 我统统照做 那这地牢牢牢子不得已 给他提多了 在庙住不行呀 在庙住 庙里有很多畏惧 他也四十多岁了 毛病稀奇不好改 所以到乡下 给他找了个小庙 这小庙是没人住的 破庙 让他住在那边 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叫别的他什么也不会呀 就叫他念 你就念这一句 一天到晚就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累了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接着念 这个倒挺轻松的 没有压力 不分周一 不分周一 念累了 接着就休息 休息好了 赶着接着念 在乡下 在乡下找了一个学佛的老太太 附近的 每天中午来给她烧个午饭 晚上烧两顿饭 早晨早饭她自己做 自理 给她洗洗衣服 她就专心念佛 念了三年 第一天 给这个护士的老太太说 你明天呢 明天不要烧饭 我到城里去看个朋友 实际上是她欲知识知 太往生了 回去找一亲戚朋友 去赐个刑 去打个招呼 看看 过了一天回来了 回来到第二天的时候 跟老太太说 她明天不要给我烧饭了 老太太又以为 她就看了朋友 不知道哪个朋友 请来吃饭了 所以到第二天呢 她就到庙里来看看 看看师父 在不在 结果看到师父 在佛堂 佛像前面站住 喊她又不应 从她面前仔细一看 死了 站住死的 这回是就赶紧去报信 还有地牢的几个 皈依土地嘛 在附近嘛 通通通通知他们 叫他们来看 从来没有看到人 是站住死的 这挺稀奇的 这些人找了之后 赶紧到关中市去报告 从乡下到城里 没有交通工具 要走路啊 走一天才走到 告诉第一些和尚 第一些和尚准备准备 第二天才过来 来往三天 他就站住三天 等地牢法师来 给他办厚事 地牢看这个样子 很赞叹了 你了不起啊 你真有真有啊 这个寺庙 什么名山宝岔的方丈住持 不如你啊 通宗通教 讲经这些法师 也比不上你啊 一句阿弥陀佛了 这个人一听 已经没有听过 就听话 就真的是老实真干 这一句阿弥陀佛 除了这个之外 他谁也不懂 欲知识知 自在往生 还占了三天 所以 谈虚老法师 跟锅鲁匠算是同学 都是地牵老法师的学生 常常讲这个故事 免利念佛人 你看时间不长啊 三年就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有这样的功夫 不简单 地牢讲的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在课程中 做佛人 在课程中 有点 有点 要 我 是 有点 词 我 乱